习先生想买的房子在杭州萧山的融创森与海之城 带他去看房的是一家叫瑞丰臣的中介公司的员工 他提供了两张照片 一张是签约付款确认单 还有一张是认购协议 两份材料都签了他妻子的名字 说是开发商还没有盖章 其中付款确认单上有句手写的备注 只因贷款下不来全额退回定金 家里本身就是今年装修房子有一笔贷款 我怕就是到时候影响到银行批款 然后叫老婆去买 习先生说当时就把这方面的顾虑告知了中介公司的员工 对方给他支了个招 习先生添加过一个微信号对方姓梁 他说是瑞丰臣公司的员工 聊天记录里对方说到首付最低16万 单独用你老婆名字 我给你们办个假离婚证 还有一个微信号 习先生说也是中介的员工 当他询问这样操作的风险时 对方回应 放心格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做这个 习先生当时付了5万块钱 收款方是杭州当郎郎市场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现在好几个中介我都搞糊涂了 我都搞懵了 现在后来我想想 身边朋友也跟我说 他说你办假证肯定要提供资料的 到时候如果就是说 你这边就是身份证信息或者照片提供给他 到时候就是说抓老板 你就相当于参与违法了 那我后来想想越久越怕了了 就是说本身销售不大靠谱了 我这个钱肯定拿回来了 习先生说经过沟通 开发商答应退还定金 让他们填了退房申请书 上面的申请对象是当郎郎公司 不过由于他是瑞丰臣的员工 带过去看房的 对方让他去和瑞丰臣方面打个招呼 过来打招呼的时候 这边就是经纪人两分 他跟我说 他说你再交我两万块钱 到时候就算你违约 我跟那边周转周转 习先生又转了两万块钱给梁某 对方以个人名义写了一段话 说是9月2号退还5万元定金 今收到习先生的2万元保证金 如未退还所有费用 我个人承担 关于这两万块钱是否退还 这段话里面没有明确说明 当时跟我说的是保证金 但是我不清楚 但是他这个钱是不给我退的 因为就是现在开发商 开发商同意退我钱了 但是这个保证金的话 我心想就是这个钱是可以退的 那他有没有说这个钱会退给你 或者说不退呢 他说的很含糊 您所有的定金 肯定是交到开发商那边 这个是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来收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至于说 你给我们这边的人是怎么给的钱 但是这笔钱我们公司从头到尾没有 我们是没有收到过这笔钱的 就是也就等于说 这个梁某是你们的人工吗 对他是我们公司的人 真的是不假的 他现在这个钱呢 我不要把他叫过来 瑞丰臣公司的王总确认梁某是他们的员工 至于习先生所说的另一名业务员 王总说公司没有这个人 那么关于让习先生办假离婚证这一点 他怎么看的 好比说跑业务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需要100块钱 有的时候是需要1万块钱 那他不能说 那我因为做业务 我缺的1万块钱 我借个高利贷 我不管了 公司来管 那到时候你们也会去问 这是你公司行为 他是在做业务 那不是这么说的 那公司平时这个管理 我从来没有说过说 说那个一定要给客户这样那样那样这样 就是可能说你需要这一块 人家刚好有路子 对吧 可能就是人家能做到这些东西 那就好比说 那你对我来讲 你不能说把这个东西 一概而论都论到公司上面 那这个是不行的 犯假就嘛 嗯 肯定是违法行为 那我们今天反映到您这边 把这个违法 这个我们肯定是要严肃查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你们应该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那可能我们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 由于当事人不在公司 记者建议王总先和对方了解一下情况 等待过程中 记者又向他了解了一下 那家当囊囊公司的情况 我们是跟卓家对接了呀 我们没有什么当囊囊呀 这名字跟开玩笑一样 过了一会儿 一位朱经理走了进来 说是梁某的直属领导 客户反映的是什么呢 他自己是恢复 黑库办不了贷款 然后主动要求 让梁某帮他寻找相应的能买房的这个路数 然后呢 我们的呢就很简单 那如果说你真的需要 那可能说呢 我们想想办法 但是呢 我们先看看你的真心报告 然后看完客户的真心报告以后呢 客户的真心并不是说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黑库 他的真心是可以办得了贷款的 然后呢 是客户自己主动要求 说那要写一个人的名字 才有了后续那些东西 假离婚证是你们员工提出来的吗 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是客户我刚才就说过了 他说他想上自己一个人的名字 关于后续这两万块钱的事情 朱经理解释 是习先生主动打电话过来 说是家里条件不太乐观 担心还不上月供 希望他们帮忙沟通一下 把定金退回来 真像你说的这种真实情况 那行 那我帮你去沟通一下 但是呢 来来回回 你说开发商这边也有损失 我们这边也有损失 对不对 然后呢 跟客户去协商的 说那两万块钱 帮客户去帮 跟开发商去协商 第一退缴 客户说只要你能把我退缴 我给三万都行 那这个两万块钱是什么钱呢 两万块钱就是我们帮助 帮助客户跟开发商沟通 协商退定金的钱 两万块钱相当于是服务费 因为我们协商内容上有写 你们写的是保证金 对啊 保证的就是我们 我们帮助客户退这个钱呀 习先生说 他和瑞丰臣的两某沟通之前 开发商已经答应退款了 朱经理所说的帮助体现在哪 他看不出来 当着朱经理的面 他拨打了开发商销售的电话 大郎郎就是卓家 然后的话 这批房子是卓家的房子 就是说我们 我们帮卓家委屈 我们帮他卖而已 然后的话 中介跟卓家他们是合作关系 现在中介这边的说法 就是说 要那个当事人来这边 找他们帮忙 所以他们要收取 这个两万块钱的这个服务费 OK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不清楚 反正当时我也跟客户说了 左家上面同意退了 他后面 昨天晚上发生过事 我也不了解 反正我觉得他们个人就说 这个 反正退了可以退的 因为是我们带过去的客户 那左家肯定是要尊重我们的意见的 订单上是明明确切的显得 如果说是因为贷款贷不下来 定金可退 但是最后呢 同意推房是需要双方 互相尊重的一个原则 那他们同意 我们同意才可以 那么最后呢 那他跟他们已经协商完了 那他们不需要 那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我们这边不一样 我们是 我们对方 我们是服务费 瑞丰臣公司的王总再次强调 这两万块钱不是公司收的 站在公司管理者的角度 他可以帮习先生和员工进行协调 习先生后来反馈 对方退给他9000块钱 至于5万块钱的定金 他目前得到的消息是 15天之内退还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